就是核能是很特别 就是我们在上一世纪的时候 人类总算有科技 可以能够操控到原子核 然后发觉原子核之间 做核反应的时候 它会发出巨大的能量 像我们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像用化学的电池 辅打电池 我们一般能获得能量 如果一个反应 我们称作电子伏特 代表能量 那核反应它就是MEV 是百万电子伏特 所以大了一百万倍 那是非常巨大的能量 那其实这也正好解释了 科学家很多科学家心中的谜团 就是我们这些文明 这些生命怎么起源 都是需要能量 像太阳 然后太阳它什么 源源不绝地供应这么大的能量 那其实也就是核反应 所以核反应 其实就代表了 一个非常特殊的管道 产生能量 接着核的作用 爱因斯坦非常有名 那大家都知道相对论 相对论里面有一道公式 叫E等于mc平方 那个E就是能量 m是质量 c是光束 因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核反应产生之前 这些原子核的静子质量 我们可以量测 可是在经过核反应之后 我们再量测 它质量 它质量变少了 所以可是能量要守恒啊 所以这道式子 E等于mc平方 就代表这个不见的质量 就变成了能量 所以才是一百万倍 所以我们讲直能互换 就是用爱因斯坦 相对论这道公式 E等于mc平方来代表